亲爱的弟兄姐妹,大家主日平安,欢迎收看本周的迦南家事。 10月31日,万圣节马上来到,但是您知道吗?这其实并不是基督徒的节日。 万圣节的起源与拜偶像有关,在北欧及英伦的一代塞尔特人, 认为在他们的除夕,也就是10月31日,死亡之神会和疑死者一起重返人间, 于是他们要化妆成为鬼怪,避免受骚扰。 他们会逐家逐户向居民索取食物来祭拜死神。 如有哪一家不给食物,他们就会咒诅哪一家在一年内有人死亡。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鬼节,没有半点圣可言。 我们知道上帝是生命的主,但是万圣节注重的是死亡。 圣经也告诉我们,要脱去暗昧的行为,光明和黑暗没有相通的。 所以,作为基督徒,我们不应该去庆祝这样一个以死亡为中心的黑暗节日。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, 你们是世上的光,城照在山上,是不能隐藏的。 人点灯,不放在斗底下,是放在灯台上,就照亮一家的人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,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,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 为了引导孩子们正确对待万圣节, 教会儿童部在周五十月二十八日晚上举办了丰收节活动, 让孩子在娱乐的同时,也能够明白真理,走和神心意的道路。 当天约有七十五位家长和孩童前来参加, 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, 也愿神继续祝福儿童事公布, 成为更多家长和孩子的祝福, 让我们在这个悖逆的世代中, 用圣经的真理教导孩童。 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, 是君尊的祭师, 是圣洁的国度, 是属神的子民, 也让我们一起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,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